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感应篇 汇编里面的注解 内容非常丰富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能够将这些注解精彩的地方一一提出来 给大家报告 但是这个书本流通量很广 希望大家自己要认真努力来学习 特别是要实时 依照古生献献的教会 认真地反省 改过自行 我们才能帮助自己 脱离苦难 不但是现前的苦难 一般人重视的现前 殊不知往后的苦难 比现前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 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末后的结论 我们从信神 从信神 圣贤 未有不惑圣贤之报者 这一句话 接得好 也是迷离我们 我们要从信 信仰 圣贤人的教会 什么是从信 什么是信仰 总在一教奉行 我们才能够得到 如圣贤所说的真实国报 第六十集一句 清临道德 朱节一开端就告诉我们 世间道德之人 哪些是道德之人 如读书名离之儒素 儒家 刻苦修行的深道 这是有道德之人 那么换句话是 道是名离 德是能将它说明之理 落实在生活上 叫德行 下面说 因为法则行为开幕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学为人私行为示范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就是道德之私 他们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是为社会 是为众生的 不是为自己的 所以说超等出来 他们超约 一般普通人 从哪里超约 普通人起心动捏 没有不为自己 心量则小 道德之人 心量广大 在佛法里面讲的 法菩提心 行菩萨道 无论 无论我们现前 是什么样的身份 是从事哪一种行业 都要懂得这个道理 都应当要修取 所以心要大了 因语常熟 量大佛大 人人都需求大佛报 大佛报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啊 新人的教诲 叫的太多了 而是我们俗获了 也常常听 甚至于自己 也常常说 说了 听了 没在意 没有在意 没有真正把它放在心上 没有真正把它放在行为上 所以 殊胜的果报啊 自己得不到啊 我们生活在世界 释出世间的神仙 不仅在中国 在外国 其他宗教 大声大喜 几乎是一口同声的 为我们宣布啊 要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我 人家做的那个事情 对社会众生是不利的 我们不帮助他 如果他对于社会众生是有利益的 我们要尽心尽力 帮助他 随喜功德 这个功德 跟他所做的 这个随喜功德 跟那个所做的功德 无二无别 为什么呢 你们的心想他 他能够亲身去做 是他语言去做 我不能去做 我的语言不去做 我们的心量一样的 平等的 所以得的福报也相当 那么如果看到别人的好事 殊胜的是 如果是嫉妒障碍 淫于毁谤 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去破坏 这个罪就重了 学佛的同修都知道 无逆罪里头 有破活活生 这个意思很广 但是很少人懂得 以为破活活生是破坏生团 这个对于这句话了解的意思非常下则 和毁谤生的本意是什么呢 生是团体的代名词 而且这个团体是红目的 所以叫做生团 不一定是指出家的团体 不一定是指出家的团体 世间任何团体 只要他领导与被领导 组成的分子 一位活母 这个团体就叫生团 不一定是指出家人 出家人在一起不合活 那不叫做生团 那不叫做生团 所以佛说这个意思 我们一定要懂得了 所以叫活活生 活活佛家讲的六个条件 我们在其他宗教里面看到 天主教里面我们看到 伊斯兰教我们看到 他们确实居足六个条件 这个团体 对于社会 对于众生 是有贡献的 他们做出许许多多福利的事业 如果我们对他 握意的批评 握意的毁谤 这个罪业多地狱 这一层的意思知道的人少了 那么在中国 那么在中国儒家 道教 那些真正修行人 都是活活生团 我们看看其他宗教 只要真正是信奉宗教的 明了教义 义教奉献 自立立他 无疑不是圣团 圣团里面 佛教的圣团 比其他宗教圣团殊胜的地方 那就是佛教里面 没有自私自立 佛的教诲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那这个是超出一切僧团之上 但是我们想想 我们学佛了 加入佛教僧团 我们还是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我们就决定不在其他宗教之上 甚至于还不如其他宗教 我们要凭良心说话了 不可以自赞毁他了 人家的好处就是好处 长处就是好处 长处 我们看到了 要称赞 要赞扬 我们不如别人地方 要承认 要悔过 佛法是高 是殊胜 没有做到 对于这些有道德的人 你要是侵犯 这个罪过就很重了 你对他们 你对他们不但没有尊敬 你还侵蚀他 有意无意之间 侮辱他 欺负他 欺负他 障碍他 障碍他 一个人 你欺负一个人 无辱一个人 最小 就是说 他们的道德学问 德行 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你 清灵 侮辱他 是破坏社会大众的信心 佛在经典上讲啊 这些善知识 是众生的眼目啊 黑暗的明灯 他们教化众生 这些人是社会上的善人 是社会大众的好榜样啊 你侮辱 毁谤这些人 不是对他了 你是对整个社会 一切众生的侮辱 把一切众生善良的样子 毁弃掉了 是社会大众啊 社区善悟的标准 这个最过大了 因为这样的结罪 他才多阿比地狱 那么反过来 你对于道德知识的称赞 你对于道德知识的称赞 拥护 帮助 功德是无量无比 吉准获福啊 就在一念之间啊 最绝物的人 一定是全心全力赞叹谢主 我们力量不够 缘分不够 我们向往之心是圆满的 我们称赞的 我们称赞的心是圆满的 还是得圆满功德 活乐而不为难 为什么要造作罪业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